乔诚如尊者的前身就是隔离王 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 学佛的人受了委屈还有怨恨 那叫白学了 那完全错了了 要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些措施 他在迷 所以看了之后 只可以说一念不久 做了措施 我们要齐怨恨心 那也是一念不久 跟他一样 这就变成冤情战主 如果我们穷 我们一念不离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不但不受害 反而得利益 业障早一点消除 佛道早一点圆满 好事情 决定不是坏事情 所以佛经里面 称菩萨为仁者 仁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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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佛教对菩萨的称呼 仁慈无敌 敌是没有敌对的 我还有跟人家有敌对 我还有跟人家有敌对 不忍 不是菩萨了 菩萨绝对没有跟人对立的 人家就把你杀了 怎么样冤枉你的 都不跟他对立 那是他做的措施 我这边没错 这就对了 小小的委屈都不能够忍受的时候 这个就是经上讲的 可怜民者 为什么可怜呢 不觉 迷惑颠倒 他不觉悟 所以可怜 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 你就不会错误了